哪里甘甜的 这不是呼咸吗 真的有点咸了 我前两天看见一个 那个你忘词的视频 哎呀 KTV唱自己的歌吗 唱了还分数没有打的 那个什么高 给我气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俩这小日子 过得真舒服 行了我们俩就不假吗 假事的在那里 哎看我的礼物 你要看一下是什么 我带一会儿 放到厨房要 这厨房要在这儿的 今天是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了 那个我们这个 在长沙的分区就一目了然了 就只有这些了 你看我跟你们啊 但是我 就是那个茶桌 这个就我说的 我们家用 我们家用那个什么 锤子锤子的那个 然后这个 这一个 这太好了 这是我们的剁辣椒 谢谢 就是半干的时候 再倒一半出来 把那萝卜放进去 哇 就半个 这是辣椒萝卜 可以 自己做的 放冰箱里 完了咱们回北京之后就干 把这个先放冰箱了 好 这都啥呀 羊肉 嗯 这下中午又请我们吃饭又带 这长得可不好意思了给我们 哎你们俩最近热衷于搞那个 短视频呀 我们也在拍一些短视 拍一些短视频 嗯 短视频好难坚持啊 第一好难坚持 第二是真的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的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 没有那么好好像 但是就大家就贼喜欢 对吧 就是你这个来来我们拍一下这个啊 我们继续好好喝 我这个 我没有找到太多感觉呀 对 但当然 你放上去那点赞说 我 送往上 那你会不会反复看自己那段视频 我会 不停的刷新 他有没有 点赞量的增加 那倒不是 哈哈哈哈 那倒不是 不我 跟你们还不一样 嗯 啊 首先要看增加了多少个粉 嗯 看粉针粉针难看 你就看那树有没有变呗 哈哈哈哈 你算是 哎 哎 哎 哇塞 呀 来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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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我刚刚一直坐在这里跟你们俩一聊就给忘了你知道吗 我说了 给你们说一下啊 这一勺子是盐啊 喝茶放盐从美国哈 很少见啊 这茶真的不错哎 谢谢谢谢哎呀 白色的 这能直接喝啊包 我我我我先给你弄点啊 我刚吃完一顿又来一顿 哎 这个这个是减肥的啊 这个能减啥肥呀 黑茶减三高的 那这个咋不放呢 那个我怕你们吃不惯 所以我就让你们尝一尝那种甘甜的 就蒙古人喝的普通的家庭茶就行了 这哪里甘甜的 这不是猴鹹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就咸 真的有点咸了 哈哈哈哈 是吗 我我以为这内蒙古人就这样 你觉得还行啊没事啊 没有很咸 是我虚了吗 我觉得你虚了 哈哈 怀疑自己 没有怀疑自己 人都是摆着一桌的菜 咱是摆着一桌的茶 通常喝茶配什么吃的吗 配肉 肉我也带来了 你吃吗 哈哈哈哈 吃的也太多了 哈哈哈哈 她以前挺挺壮的 她瘦了三十斤 你应该教教我们怎么瘦的呀 就是你会很胖的时候吧 肯定是你吃的时候 你也没有选择 也不懂什么会胖什么 就什么都瞎吃 又吃很多 你也不胖 你只是头大 大家反复说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 我就特别可气 她就脸小 我去煮茶去 她脸小 她头也小 她不只脸小吧 你知道吗 她身子是那种的小骨架 那就很 更着人生气 对 蓝了一祸呢 我的肉是脱子长 她肚子上的肉 她就这么长 这么长 对 她很喜欢穿紧身裤 她那个肉是上面是 你看我们是穿上 是这样是平的 她的肉是上面这样 但是呢 电视上播出来之后 我的肚子是这么大 它是属于这种进去的 真的假的 太可气了 尽头无死讲台 往前 往后前 我已经自己揪出来 你看 这么厚不得了呢 我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 没有腰 我没有腰 啥叫没有腰 就是胸以下全是腿 就是 又宽 完了以后 我腰截特别短 腿长呗 腿长是 你 哎呀 especie 坐在这里的时候 她看不见你的腿的 那你就站着 所有节目都站着录 来 突然坛来 等一下 就站起来 好 就回去捡飞 哎 姐 你不胖 这大实力态度这样 你想想的 기자 那个咱看电视 来 哈哈哈哈哈哈 来 看个电视 来来来 画 我这人不要去了 这也画你 哈哈 哈哈 看我们这个呀 啊 对我俩演了演了一段情景剧 你知道演的是哪个吗 啊 那个何以生叫莫 我还想着你 啊 什么什么 什么时候有时间 要找我唱歌 啊 那个 我也没学过唱歌 演蜜的角落 啊 演蜜的角落 哦 挺好的 哎呦 我的天 老爷 真像啊 咱俩一块努力呗 我是问你 我学唱歌还有机会吗 你一哥演的好好啊 哪有哪有 我真的感觉你下一秒就要杀人了 我倒是行吗 我来吧 好恐怖啊 你是不是想看到咋推啊 没问题啊 哈哈哈哈 真的呀 演的真的好 想过去演戏吗 哈哈 没有人要求我 如果有的话吗 可以尝试一下吗 真的好 我养你啊 怎么养我呀 我们说好的做一辈子的搭档呀 做搭档五五开 谁养谁呀 哈哈哈哈 五五开谁养谁啊 哈哈 你知道我们 我们为什么现在开始做短视频吗 因为我们现在没地方演出呀 因为 因为确实就是 我们没有演出 现在好像那种大型的演唱会之类的那种少了 对歌手来说 对歌手来说 开演唱会 对这上舞台 很重要 嗯 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那个你忘诚的视频 哎呀 哈哈哈哈 那呢 我是哪 我对的啊 什么好笑 啊 你是不是在楼就住了 他很可爱啊 哎你忘车吗 呃我忘过一几回 他就那个他一通常都有提字器 然后有人说他就干扰你你知道吗 明明就是 你不看也能记得住 第一段跟第二段跳过去 对他就来回倒 你明明会会唱 但是他一跳以后你就啊 就把他 一下找不着了是哪的 你就怀疑自己 就是那个提字器有还不如没有 有的时候 对 好几次我都差点找个地方砖进去 什么你还会影响我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怎么办呢 还给我开到旁边你唱啊 我他不说这句话 我还能唱下去 你一说唱唱哪一段 哈哈哈哈 现在很多节目 他是要你学新歌啊 因为新歌你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 不要说是新歌 就是这些老歌有也有偶尔也会去忘词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 第一句唱是什么词的 对就前两次 对就嘎到那 就对 就我从草原来我就犯过这边一次毛病 啊我从草原来甚至都会吗 对就 突然间就觉得 我里马千山外 听风长这天来我什么来 他看的就是那个吗 我看的就是那个 我就看着曾毅你唱啊曾毅 那又不是我的词词了 那你记得对不对哥 你记得 平时其实他在唱的时候我也在哼着唱 心里面也在哼着唱 我看你们立马接过来了就 那 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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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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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找着机会了 哈哈哈哈 之前在网友们就这么调侃说增一个词儿少的时候 你们之前有过这个讨论吗 我们两个从来不考虑这些事情 这么多年不会说是你少我少关于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月亮之上他的歌词很多的 那个时候的人呢 概念上说唱好像他不属于是唱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内心里很早以前就知道 所以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对于一首歌 对于这个副歌和对于这个高音的地方 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一首歌你想 其实能够记住你那句副歌 那个最最重要的那一句 那就已经很很不错了一首歌 你俩那个就很火呀 那个海底 你俩能把它唱出一种 就是属于你俩的那个劲 那首歌其实就是波折多 所以就内心里走的感情也比较多吧 那歌费了挺大功夫 你俩是不是没有那种特别的 阴谋的悲伤的那种歌曲 好像一首都没有 是吧 就海底我就唱阴谋了 但那个我们听着都老向上了 那是最后来的 第一版录完的时候 我说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我就拿着词放在桌子上 我就跟他摆去 我说我就没歌唱了嘛 我说一定要唱歌唱 唱到我最后就 我感觉到我喘不过气了 我说我为什么要尝试这种东西呢 到最后的时候 是我把那一口气给顶出来了 我觉得我唱这首歌 你让我唱 那我就要给它顶起来 你让我顶不起来 那不是我 放完上去风格就这样 确实唱不了那种 非常悲情 悲情歌 你让KTV唱自己的歌吗 唱 唱完还分数没有打的那个什么高 给我气的你知道吗 你们经常去K歌吗 以前会上大学的时候会 哦 大学 一定会唱你们的歌的 我们的歌应该好唱啊 不好唱 不太好唱了 关键其实我觉得 一歌那个很难唱 大家到你的部分都使用你的原唱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通常很少分角色唱 真的不会 我那个多好唱啊 抓经典就行了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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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上